咱们之前谈过一期啊 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 其实中国已经处于这个不败状态 因为这个华为 那么现在呢 这个有新的情况 咱们中美的现状非常有意思 就是美国他觉得再加一次息 那中国就该报了 他是这么个想法 中国呢 觉得咱们再忍一忍 那美国人就可能降息 但是据说这个现在国内的投行 都认为美国在明年九月份 之前是不能降息的 那至少再在顶一年啊 这二位现在这么个想法 你说这个世界是吧 这一年怎么活呀 这个其实今天这个情况 根源是什么 根源在于这个存量 世界的存量 现在是正在被疯狂的掠夺 而这个增量是有限的 中美的博弈啊 绝对是造成现在这种 全球啊 这种格局的根本原因 就如果中美还在当年那种 有增量的环境下 那么二者会精神合作的 都想着赶紧去挣钱呢 对吧 那很显然这种博弈 其实原因在于增量的减少 尤其是美国啊 那么中美之间的这种互相憋着劲 等对方倒霉 互相拆台 这个就是现在 你可以看 这就是现在世界氛围 世界上所有的 这个所有的一切的原因 都是这种原因 这也不是 也不是由人啊 谁能决定的啊 宏观上来说呢 中美已经不可避免的进入到修基 抵贷陷阱了 就人类的存量资源和财富是有限的 利益呢 对吧 这个在利益的面前 没有人会让的 那这两个大国不可避免 会因此产生挤压冲突 而具体到现实当中 因为美国人因为在时间发展趋势方面 他不占优势啊 时间在中国这边 所以他必须抓住自己的综合实力 还占优的最后时间窗口 对中国发起攻击 中国躲呢 其实也躲不了啊 两个大块头走到这一步 那么结局啊 其实这个所有人都在等这个结局啊 你看港澳台等中国倒下是吧 分中国 那现在看呢 必须要逗出一个结果 而这次的经济危机和伴随而来的百年未有大变局是一体的 那这就是中美在第一次啊 咱们说历史博弈啊 历史阶段博弈当中 也一定要分出一个你啊 谁这个关键啊 分出一个高低来 对吧 这个必须要有一个结果的 啊 那鉴于现在和恐怖平衡啊 所以这场斗争是不可能以这个热战形式展开的啊 那什么形式的贸易战啊 科技战金融战只要不是热战 冷战也没问题啊 是吧 对吧 只要不是热战 那冷战也可以 所以咱们讲过美国贸易战 科技战牌都打完了吗 基本上没什么明显效果了 现在美国寄出最后一张牌就是他唯一优势了 就是金融战了 对吧 咱们一直在盯着金融啊 全网就唯一咱们在这定 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打爆中国 拿下这场百年 那么这场仗美国人是怎么打的呢 对吧 咱们再给他复盘一下啊 很多人其实可能刚啊 刚看咱们节目啊 咱们给他复盘一下啊 有人不知道啊 美国人的整个的这个操盘啊 是这么玩的啊 通过不断的加息啊 再加上制裁限制疯狂打击全球的需求啊 你看他这个拜登上台以后 咱们第一句话就告诉他啊 就那个啊 应该叫殖民地石油公司啊 那个石油问题咱们就当时就谈过啊 那就是要搞通账的啊 就是没跑啊 美国确实奔着通账去了 拜登的核心目的就是限制 然后呢 打击全球的需求 这里边呢 首当其冲冲击的就是外贸嘛 啊 鉴于中国是世界工厂呢 中国的外贸顺差 就是积攒高额外汇储备啊 那么维护本国金融安全啊 推进一带路 帮助新兴国家逃避美元 潮汐收割的观念 就是你的贸易顺差 怎么办 美国打击你的贸易啊 所以呢 随着外部的需求 因为美国加息流动性紧缩而减少 再加上美国用行政手段 推动的产业外流啊 当这个中国的外贸顺差啊 枯竭到一定程度 这是他的预啊 咱们说的预设啊 一个结果 中国的外贸顺差 枯竭到一定程度 不仅内部经济无法维持 也将无力维持现有的外汇储备 那么到那个时候 中国就陷入了被动 美国就首先可以先把中国支持的 关键的新兴国家打爆 对吧 中国现在就是全力支持的 就本币互换的一些国家 就是你可以从我这儿借美元 然后你还我人币 也可以 这些国家就是中国支持的 这些国家呢 就是他们从中国这里借到不 这个借到不少美元 那如果中国没有美元了 大家想啊 那就是什么 他借不着美元了 那么先报就是这些新兴国家 然后呢 他们就可能被美国人超主权资产的底 然后将他们绑上美国这个战车 如果呢 再坚持久一点中国自己坐视上空 内部经济出了大问题 那就不得不主动的跟美国寻求妥协了 做出重大的战略让步 比如放弃产业升级 允许海外资本进入中国某些关键领域等等 这是外贸层面 还有更直接的金融 就是美国希望以疯狂加息 来吸引在中国的资本出逃 毕竟美国强势加息之后呢 中国经济一定会受影响 而且压力非常大 这个时候 这个钱呢 留在中国 收益是明显下降 而只要离开中国 去美国 存进银行 就能坐享五个点以上的高额利率 这样的诱惑可以吸引海外 尤其是这些资金去海外 中国本土民间资金也是疯狂出逃的 通过加息抽走中国流动性 让中国进入实质性通缩 只要中国陷入实质性的通缩 那就不仅经济陷入低迷 更迫在眉睫的事 就中国充满泡沫的房地产 价格就会爆 那爆雷之后呢 几乎 中国房地产 现在几乎所有的 中国几乎所有的金融资产的底层的毛啊 全部都房子 房子就是银行要的东西嘛 这就是所有的毛顶物 那一旦房地产被啊 被泡沫刺破 那么中国金融体系就崩了 就大量的社会财富就会换物有了 这个就是美国这一轮疯狂加息的最大的目的 就只要能让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 引发中国金融危机 那么中国的经济自然就会全线崩溃 那为了挽救经济 那到时候中国也不得不放水啊 你看他等中国放水呢 但人民币不是世界货币啊 那经济受重创金融体系崩溃的情况下 你放水啊 和美国放水不一样啊 现在看美国人放水能救啊 中国放水一定会造成货币啊 这个泛滥 那么进入加速啊 这个外资出逃这么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你本币贬值嘛 对吧 这就是外资出逃啊 加速那势必造成这种恶性循环 那中国为了稳定汇率 稳住自己的工业体系 必须向美国投降了 接受美国可可条件 以换取美元的注入和西方经济封锁解禁 这个美元注入 你看这个咱们举川普时期啊 那个七连跌美股七连跌 咱们见证历史 之后发现什么 英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加坡 就是这个跟美国啊 有联盟关系的这些国家 与美国签了本命互换协议 美国给他啊 美元 实际就保他 那这些国家 你想 是吧 这里边没有中国啊 中国当时不需要 当时啊 这些国家就是实际就被美国收割了 那这一定是背后有条件的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势必会造成中国到时候跟美国人啊签这个协议 那就是向美国投降吧 换美元啊 注入 然后西方经济解禁 到那一步的中国就是基本上就是啊 任美国宰割了 对吧 那这个对中国来说绝对是灾难啊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对吧 他就割到中国肉了啊 那这样美国就实现了啊 用中国的肉来补自己的疮啊 这种战略目的实际就是他的债务转嫁啊 债务转嫁给中国人 那咱们就要背一辈子美国债了啊 咱们子孙后代背一辈子房贷 是吧 那帮自己熬过这一轮危机啊 就是啊 中国人了 就是中国人帮美国人熬过这个危机 而且经此一战啊 中美经济此消彼长之后 未来美国在啊 下一轮的这个对华战略攻势下 有可能啊 获得更大优势啊 那而且呢 外围方面也会有更多的盟友了 有更多傀儡 骑在中国头上作为作福啊 那小日本都可以了 中国这方面呢 啊 鉴于伙伴啊 在这一轮中 因为撑不住被美国给劫了啊 未来也不得不离中国很远 对吧 中国就变成孤家寡人了 对吧 这明显是啊 就看到中国力不从心了 所以从此中国就会在中美博弈中陷入一个死亡螺旋 这是恶性循环啊 越来越没有人信任你 所以这一次美国非常凶残 对吧 这什么什么招都使啊 不仅加息加这么狠 股市啊 股市里的这外资集体出逃都是已经是 我就都已经名牌了啊 反正你看谁跑 你就知道这帮人绝对是买办啊 就外资买办 这帮人天天啊 拿个中国护照 但你知道他这 他绝不是中国新了啊 这明显有串流羽毛了啊 就这种公开的玩法 中国人 我觉得中国这个政府应该抓人啊 杀几个啊 我也一直谈啊 这也必须要杀几个啊 各种的抗空报告 近期集中出台 各路啊 长期看好中国的这个 啊 比如说最近啊 一些长期看好中国的一些这个风投基金都改口风了啊 甚至拜登都不顾体面亲自下场唱衰中国 这已经到了一种极端的情况了 拜登现在下场中国国内的舆论场呢 更是了 对吧 各种各样的唱衰啊 说白了就是人为的制造恐慌嘛 幸好你还能看咱们频道啊 你能知道到底发生什么 有人真的有可能啥也不知道的情况下 他就上当了啊 那这种忽悠呢 其实就忽悠你赶紧把资金啊 出逃对吧 到美国去啊 加剧中国经济爆雷 就只要中国经济摔到了极致啊 或者房地产崩了 那么中国政府就别无选择啊 只能是先与美国放水 注意啊 美国人等的就是中国先放水 而中国这边先放水呢 汇率贬值 那么中美博弈结果就是啊 美国人赢了 接下来中国就只好任美国宰割啊 那么对美国这一套阳谋 中国怎么应对呢 当然中国对这一天早有准备 都不傻啊 中国是千年呢 你美国人就二百年啊 这一搞 你看中国有一大堆储备政策啊 趁着疫情头两年 中国不赚了一大笔的顺差吗 啊 而且提前啊 把这个金融啊 一些危机给拆了 尤其二一年啊 出台了三道红线 提前引爆了房地产来 而且呢 先期消化一部分风险 再加上中国是中央集权制度啊 社会总财富一半以上掌握的政府手里 所以这些钱是讲政治的啊 不会出逃 所以为什么咱们说 这个现在流出的就是那些热钱啊 真正的资本 我就我就跟大家说过一起吧 就真正有钱人 他他这个资产配置 他也不会说离开中国的 对吧 真正的有钱人啊 真正跑的那些人那都是小买办啊 我觉得那些人都算不上有钱啊 实际就是给人看门的啊 所以那些人出逃啊 那些人其实杀两个无所谓的啊 他没什么背景啊 牺牲啊 资本流动性 可以建立所谓的金融防火墙 这是国家可以干的啊 因为这些钱在讲政治啊 所以积累了非常丰厚的一个啊 金融防火墙 但中国虽然是积累丰厚 也啊 美国也确实够狠啊 这一轮美国加息已经持续一年半了啊 你看他能顶住啊 一般国家是真没有这能力的 累计加息次数已经累计十几次 所以说这个内力啊 中美是拼内功啊 美国人内功也是挺厚的 利率达到了5.5 这已经超出美国正常加息周期了 这个架势美国还不想停啊 哪怕是自己内伤严重 咬牙也不能停 咱们看吧 11月份有没有结果 美国为什么会这样 归根结底 就是这一次美国没有退路 我再重复一遍 美国人绝没退路啊 这一轮美国要是压不倒中国 那就非常麻烦 为什么一旦中国崩溃 或者是妥协 之前自己先撑不住提前降息 啊 就是美国人先降息了 美国先放水了 那随着中美利差说窄 那么中国降息 就是空间就此打开 那么中国经济恢复活力了 就中国可以放水了 你先绷不住啊 对吧 你先降息 我就可以啊 也降息啊 我就可以救世 中国救世啊 能力其实是超过美国的 中国被美国加息而强势压制的资产价格 还有汇率会以这个你想不到的这个速度反弹啊 迅速反转 所以为什么人币未来啊 可能会会这个兑美元是吧 啊 会到一个新高度啊 那届时全球资本基本会疯狂的涌入中国啊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讲的啊 这有钱人其实都不傻 他一定会两头堵 或者至少要把自己的资产一部分放在中国啊 就是有越有钱他越会这么做啊 而那些热钱或者那些小买伴 他们才会把钱从中国弄走啊 所以这种迅速反转 到时候美国人是没法控制的 啊 那么中国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啊 靠的什么 靠的是资金呢 这资金来了 那么中国前期积累的庞大的内部的债务 就随着海外资金的涌入来接盘啊 还有人币汇率的提升 是不是就解决了啊 所以这个天天想着一些 所以说有些这个啊 有些这个债啊 其实如果你能扛到那个时候啊 那就不是问题啊 恒大也是个典型例子 美国非常惨 他想如果没有压倒中国 那么美国这一轮全球收割就失败了 而且为了这一轮收割 美国通过高利率将全球的美元都收回到国内了啊 他现在5.5啊 你看这美元全在美国呢 而收割的失败就意味着这个超大体量的美元 他缺乏足够优质的资产作为底层的支撑 啊 所以他信用就会史诗级的崩塌啊 意味着美元彻底崩了啊 汇率就会狂扁 而这会大幅压缩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使用啊 当下的美元的体量啊 是为了配合 就是适配的就是全球使用场景发的 所以说如果不能全球使用美元啊 可能就是超发了啊 那如果被吸引回国内的大量的美元 接来出不去 或者出去的不够多 那么美国啊 这些美元闷在美国体内 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 以及美国美元世界长期的高通胀 啊 所以当年这个和川普签的那个协议的那些国家 点名啊 什么新加坡 澳大利亚 新西啊 这个新西兰 是吧 英国 是吧 还有这个加拿大 说这些国家 你看啊 他们一定是长期通胀的 而美国为此就不得不啊 怎么办 大幅加息 把这钱啊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国啊 经济有长期受到自己加息压制 也就是说 只要是这次他失败 那这个高息他就只能维持 一直维持 换句话说 美国乃至整个美元体系就陷入到滞胀的恶性循环 这就是美国未来 长期高利率 没法 因为放松 这美元就完了 那海外的影响力 还有资源获得能力就急剧衰退了 你也不敢放 放这洪水猛兽出来 建于美国是靠全球的这种吸血维生的 美元出不去怎么办 海外崛起资源能力就会急剧下降 他自己不干活了 你能想象昂古鲁撒克人干活了 他不干活了 那就靠美元这么一进一出嘛 现在呢 他吸不了血了 那他的实力就会下降 这个时候就成为美国人一个死亡陷阱 一个螺旋 他的霸权就逐步这么瓦解了 那到时候美国想救 那唯一可能做的就是引爆台海 去冲击中国 跟中国来议仗 所以为什么咱们现在必须要准备武统 因为这个不是由中国决定的 就美国人当面临着这种 死亡螺旋 我觉得美国人会为了自己的 唯一的出路要拼一把 这就为什么美国号两军工舰 貌似要冲进黄海 那如果他打赢了呢 他可以用战胜中国这么一个事实 来什么重塑美元霸权 大家看 那逼世界重新接受美元 但如果打不赢 那就是他的霸权的彻底瓦解 他还有一次机会就台海 那一次可能是 咱们要做最坏准备 而台海乃至整个西泰 可能美国要丧失的 他没有能力打赢的 他现在都没有能力 没有信心打赢的 那这个时候就要考验谁 考验美国总统 就在没有信心打赢的情况下 赌不赌 赌不赌这个国约 就是美元不行了 没有收割成中国 对吧 我提前降息了 那这个面临的就是 我只能维持高利率 一直维持 怎么办 难道说 大家都不用美元了 难道说 我在台海打一仗吗 去赌 赌国约 那到底这个美国总统 想不想向日本人 要赌一把 但赌一把 有可能你就把所有的 你的 以前在西泰 或者整个太平洋 获得的利益 全部交出来 是吧 跟日本人一样 或者不止太平洋 你以前 包括你美国 所获得一切领土 可能要交出来 比如说这个加州 可能独立了 是吧 这个就是 中美当下博弈的逻辑 也说 拖到这个美国 爆雷 提前降息 大规模的经济刺激 才能 中国大规模经济刺激 才能发生 就谁能够 这一轮赢到最后 未来十年 国运基本上没问题了 主动全在自己手里 那么如果失败了 那么提前放水 一时刺激来 后来的副作用 非常 基本上会把你撕碎 那么 客观来讲 这个美国是金融强国 咱们要明白 现在他强是强在金融 那咱们中国最大弱项也是金融 对吧 所以以咱们的弱项来对美国强项 所以咱们按孙子兵华讲 咱们现在 其实属于被动阶段 以金融战方面来看 中国很被动 那缺乏对抗能力手段 所以现在你只能被动防守 所以其实你也没有 你就可以统立思想 你没有别的想法 你就是怎么样把自己的金融 搞稳定 没有破绽 让对方 就硬扛入 现在就没有别的办法 你想主动出击 你也没有什么招 对吧 5.5% 5.5%这个利率 这么恐怖 看对方能扛入 咱们不可能永远撑下去 美国也撑不了 虽然美国的居民和企业 因为疫情期间大放水 获得一些超额储备 但让他们足以撑 这个一年多 已经不错了 如果再撑一年 你可以想 两年多5.5 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 他做事参攻 所以今年 咱们说三四季度 差不多 他们在疫情期间 发那点钱就耗光了 所以呢 别看美国现在气势汹汹 但实际上 他早就是外强中干了 啊 宁悬一线 也就是说 咱们再撑 撑过这个春节 等到美国那边 憋不住自己爆雷 或提前降息 那么咱们就熬过了 最难的时期 就进入到 战略反攻 对吧 简单点 咱们说就是 现在就慢慢放水 把经济稳住 把整体的集中体系稳住 汇率稳住 这个是非常难的 外部的环境非常恶劣 你要上这个海外 包括在互联网 你能看到那攻击中国的 美国的攻击非常汹涌 那你不放水 那你不放水 想稳住经济 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呢 咱们就一点一点的 咱们说一点点的放 咱们说一边这个 放水 一边是维持稳定 所以现在非常难 但是如果你过了这个关 你可能就是另一个维度了 那直接最有效 当然放水 但是你现在一点点放水 和那个直接放水 咱们先理解 中央为什么一点点放 咱们说很多中国改革 就是这么一点点解决的 就在面临的外部 巨大压力的时候 中国内部必要改革 就开源节流 从各个角度来说 迅速将产业升级成果 实现转化 减少进口开支 对吧 开源和节流 然后现在美国抽离 全球流动性 打压全球需求 再加上强力推产业转移 那意味着中国外贸 转衰趋势不可避免了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 又能还会加速 贸易顺差 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来源 所以贸易顺差增量 加速萎缩 那咱们的中国外汇储备 就会坐实上工 怎么办 那现阶段外贸 你现在促外贸没用 全球需求都被美国加息给打压了 这种背景下 怎么想办法 促外贸等于跟美国硬杠 明显是没这个实力的 最好解办法 尽量降低进口 也就是说 节流 咱们现在其实各种新能源补贴 新能源汽车 我觉得还是鼓励大家用新能源 这样减少石油进口 还有一个就是减少已经不必要的外源 对外支出 油价已经上来了 注意 这个绝对就是美国人现在憋一个大招 中国进口的油 对吧 你进口的油就得掏更多的钱 包括对台 咱们每年给台湾1500亿 这个顺差给他 这也不能给他 芯片赶紧搞出来 然后不能给他 所以各种角度 咱们都是进行与美国对抗 在积攒自己的实力 现在中美已经博弈到最后关头 如果这一关头都过不去 中国就前功进去 这个博弈都是高难度的 而且是世界最顶级的难度 美国现在动用他的所有的金融牌 金融牌是他最后一张牌 但是也他的王牌 对中国发起强攻 那鉴于金融领域 咱们有劣势 没法跟美国硬杠 最近咱们只能防守 就跟美国号码 然后等美国 等条件成熟 咱们就反攻 反攻就是大放水 刺激 带动自己的经济回暖 中美现在谁先放水 谁要玩 现在当价 必须忍 熬过这个阶段 如果是在这个阶段 没熬明白之前 就心态崩了 那当然熬不过去了 所以咱们这个频道 给大家就是一个信心 大家想想 你如果被迫提前放水 那咱们说美国那边疯狂收割你 咱们改革开放 这几十年的积攒的财富 是不是就没了 是不是就被他们全部的 后续的 可能 你可能没想到 你现在的一些损失 可能只是刚刚开始 后续的损失被收割 你可以想想叙利亚 那个惨 悲惨的状态 就更黑暗的 更黑暗的可能会来临 咱们中国人为了子孙后代 也不能这么干 我觉得现在信心是非常重要的 就坚信中国人能挺过去 所以现在一定要关注咱们频道 尤其是这个金融领域 那么一会儿 请大家拿走 这个金融领域 稍后